提起航母自然不得不提我国的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 这艘改装于前苏联瓦梁格号的航母 在我国航母史上 书写下了属于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它是我国从乌克兰手中购买回来的 不仅受到了美国再三的阻挠 而且就连回国路程也是一波三折 要不是希腊的帮忙 说不定辽宁舰回国时间还会再延迟 想当初 有六艘托船拖曳的瓦梁格号 在爱青海斯基罗斯岛附近的国际海域 它与托船连接的托兰扣相继被刮断 这个庞扬大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在海上失去了控制 横冲直撞 华梁格号脱离托船之后 飘向爱维亚岛 距该岛岸边只有80公里 不过希腊商业海运部表示 这艘航母并无沉默或搁浅的危险 救援人员竭尽全力的拯救 花费了很长时间 基本才控制了航母 那一年 一架希腊救援直升机在航母架板上着陆 把船上的七名船员送到雅典一席的一个军用机场 经体检 医生证明他们的情况良好 几天后 三艘托船和一艘希腊船只 用托兰固定瓦梁格号 最终将其控制住 瓦梁格号从风暴中脱险后 经地中海 船直布罗陀海峡 因为当时苏伊士运河不允许其通过 出大西洋 经加纳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 2001年12月11日 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近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于2月12日进入南中国海 2月20日进入中国年海 仅就地理而言 现代人所熟知的希腊 其实是一个半岛 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南端 爱琴海之冰 未成的石柱投下斑驳光野 众神的庙宇诉说岁月的沧桑 这里是西方文明的发想地 悠久文化代代相传 这里是希腊 依山而立的建筑 澄澈明亮 如水而生的景致融化人心 这里是浪漫的爱琴海岸 学泥风光 亲人心疲 但是古希腊的范围并不仅仅只是半岛 它还包括了半岛周围的岛屿 南部的克里特 土耳其东部沿海 当时成为埃尔尼亚地区 在不同的时代 希腊人在黑海沿岸 也曾有过定居地 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也长期有希腊人的聚居地 在哲学领域 古希腊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像苏格拉底 伯拉图 雅里士多德这些级别的人物 他们的思想还在闪耀着光芒 不仅仅是哲学 古希腊人在哲学 建筑 科学 文学等诸多方面 都有很深的造诣 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公元前146年 罗马人征服了希腊领土 同时 希腊人影响了罗马人的思想 现在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 平等自由等这些概念 都是古希腊人完胜下的 2000多年前 古代中国 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 就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会应 虽然现在它的面积 相当于我国安徽省的面积 但它却是全世界热闹旅游目的地之一 不得不说 希腊半岛的地形相当齐驱 虽然没有高海拔的崇山峻岭 但是这里的山脉 仍然让人印象深刻 这是19世纪英国画家 Edward Derweil 所画的帕尔纳索斯山 时间拉回到近代 你会发现 希腊自一战后 经历了好几代君主的统治 最终在1974年 确立了共和制政体 因为有德 法 英等大国的存在 整个希腊 在欧洲的存在感并不强 经济发达水平 也比不上西欧 但是靠着天然的地理优势 希腊还是加入了欧盟 北约等西方主流的 政治经济组织 希腊经济 虽说没有富的流勇 但也一直保持着衣食无忧的状态 其人均GDP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一直持续增长 直到2008年 达到顶峰 人均GDP达到了3.2万美元 标准的发达国家横面 出其不意的是 希腊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整个希腊经济形势 激转之下 16年里 整个国家GDP 只有巅峰时期的54% 跟西班牙 意大利等拥有强大工业体系的国家不同 希腊国内的经济比较单一 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 整个欧元区都炸了火 因为希腊的债务危机 直接影响欧元的汇率稳定 最高是欧元下跌 一度超过6% 有人说 希腊经济的复苏 军工章里有欧盟的一半 也有中国的一半 那么 当希腊发生经济危机时 职人图报的中国 是如何使希腊脱离了经济危机的呢 其实真正挽救希腊政府的是 中国政府同希腊政府 敲定了海洋 海运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等一揽子合作计划后 而由中方与希腊共同合作带来的效应是 后续的旅游业和房地产业振兴 让希腊经济真正回归了正轨 可以说 中国人用自己的买买买 成功拉动了希腊的经济 顺带一提 海运是当今最重要的跨国运输方式 海运通道 构成世界经济地理的关键节点 比雷埃夫斯港 是中国在希腊投资的大手笔和代表性项目 雅典西南 萨罗尼克斯万畔 避水蓝天的比雷埃夫斯港 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全资拥有的第一家港口 此前 身为希腊最大港的比港 只是一个纯粹的本地港 停泊在此的船只 都是以希腊为目的地 如今这里已变成地中海地区 重要的枢纽港 也是一带一路蓝色经济通道 不可或缺和最受瞩目的亮点 作为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港口之一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该港是船舶通过地中海 前往大西洋 通过红海前往印度洋 通过马尔马拉海前往黑海 连接巴尔干半岛 南欧地区 黑海地区 与西欧 中东欧地区 中东 非洲的中转港 显然 比港连接欧洲内陆的 区位优势一直存在 但十几年前 由于欧洲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认为希腊没有投资价值 就是在这生死从亡之际 中国企业大胆向希腊基础设施领域投资 中原海运选择了这儿 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就点个赞吧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